2015年12月31号 1967年成立的东协 经历48个年头 做到了这一天 2015年年底 东协十国领导人 齐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签署了吉隆坡宣言 他们宣布酝酿了十年之久的 东协经济共同体AEC 正式上路 这个仿造欧盟概念打造的 单一市场经济体 未来十个会员国将可互免关税 同时包括技术 人力和服务 也可以互通有无 推估到2030年 东协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十个东协国家 正式合成一股力量 这里有超过50%的年轻劳动力 和30%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东协共同体所带来的市场潜力 吸引着全球 而台湾如何与全球竞逐这个黄金市场 蔡英文在她的就职演说上 揭示了新南向政策 我们要和其他的国家共享资源 人才与市场 扩大经济规模 让资源有效力弱 新南向政策 就是基于这样的精神 我们会在科技 文化与经贸等各层面 和区域成员广泛的交流合作 尤其是增进与东协 印度的多远关系 新南向成为台湾新政府 未来对外经济的主力方向 而之所以在南向前加个心 因为东南亚对台湾来说 并非触免地 主席灯会先生今天也特别接见 财委会主委刘太英 关于南向政策 刘太英表示将在三月份 转租团前往印尼考察 希望能够加强党赢事业 在当地的投资 因台币大幅升值 工资上涨 加上大陆世界工厂的持细效应 1993年底 台湾官方就提出南京概念 为台湾劳林秘籍产业 寻求新的生产基地 更成为缓和吸进热潮 分散投资与政治风险的选项 东协各国它目前所需要的 是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资金 我们市场开拓的能力 我们的管理方法 当时官方就以国民党 党营事业为先锋 纺织、制鞋与机械零组件等 民间厂商陆续跟进 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红扫整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台资在内的全球外资 相继之东协国家撤离 金额保守估计达1116亿美元 经济崩潭更引发政治混乱 1998年5月 印尼爆发大规模 针对华裔社群的供应 许多华人多年鲜血化为灰镜 黑色5月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 台上损失惨重 求偿 这也成为台湾南境政策 降温的重要转类点 黄志芳 中华民国前外交部长 在蔡英文上台后 他被指派担任直属总统府的 新南向办公室主任 之前的南向政策是一个单向的 在90年代跟21世纪初 我们都鼓励台商到东南亚去投资 然后在那边设立生产基地 然后外交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市场去 那现在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要进一步鼓励台湾的企业界 去东协开发内需市场 也就是说把东协当作我们台湾 内需市场的一个延伸 根据一家全球性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 与东协中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印尼相比 大陆各级雇员基本工资 能高出5%到44% 东协能由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 然而比起低工资 东协的消费力更具吸引力 有一个跟消费力有关的 就是我们一般就会用中产阶级人数来做衡量 那东协在2020年的时候中产阶级共有4亿 同时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是8亿 可是2020年的时候 按照市场调查公司的统计预估 2020年的时候 东协的中产阶级人数会double 变成8亿的人口 而中国当然会突破10亿 可是你就成长幅度来看的话 东协的成长速度是远远超过 中国的中产阶级成长速度 这是个让人振奋的市场 但东协国家普遍存在发展差距 如何更精准地打内需市场 似乎更为重要 中金院台湾WTO中心副执行长李纯的研究发现 东协十国的经济活动 大多集中在首都圈与第二大城 以马尼拉为例 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占整个菲律宾的37% 而河内加上胡志明的GDP 也占了整个越南的38% 而且非常有趣 马来西亚 你们猜一年外国访客多少人 马来西亚有2400万外国访客 因此马来西亚市场 不是一个2900万的市场 对retail就是百货公司 就是这些购物 餐饮 就观光相关的 运输 你想得出来的 那个市场是一个2900万人 再加上每年潜在2400万 外国访客的市场 观光是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资助产业 当然也是台湾的机会 而当国际一线品牌的饭店度假村 早已进驻并生根多年时 台湾的机会就在于差异化的产品 旅居泰国的台湾设计师 叶宇清 成功跨足旅馆经营 在曼谷小巷弄里 开了一家精品饭店 他以擅长的摩登与怀旧混搭手法 将各种元素大胆结合 各型旅馆吸引着国际游客 这个河港码头 我们将来可以做1000吨的 这个平地船的接拨船 台商郭玉停在越南 从事工业区开发 为企业设厂提供整合式服务 园区管理的软实力 是台湾的强项 为当地政府吸引外商投资 而工厂带来了就业人口 进而造就住房需求 房地产开发更是台湾的机会 东协市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然而机会与风险永远并存 如泰国制2006年政变 前总理塔克辛下台后 内部洪狂之争就没有停过 而刚结束军政府统治的缅甸 政经秩序还将经历一段不稳定期 马来西亚也面临首相纳吉 因涉滩丑闻引发的政治风波 此外 印尼总统佐克威上台近两年 频繁的政府人事改组 政策混乱 也不见经济起色 即便刚完成政权和平转移的菲律宾 问题也不少 官员贪污成了外商投资必要的成本之一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2015年青年印象指数排名 除了新加坡以外 东协国家都处在中后段半 菲律宾排在第95 越南则是167个国家中排112名 而被认为最有机会的越南 近来也因工资问题抗争不断 2014年更爆发大规模反华示威 虽然事件源于大陆专警平台 开进南海西沙争议海域 但这场示威最后演变成 针对台商的工厂打闸掳掠 至今能是许多台商心中的空 我们台商在这边奋斗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都没有 所以看到我们这些残破的一些建筑物这些点 我们台商真的 我当场也掉了很多很多眼泪 我们跟他讲 我们台商到底做错了什么 但机会就在哪里 危机入市往往被价值投资者所通行 台湾两个南向政策相距不到20年 当年煞雨而归应见勿源 而提出新南向 政府不该再画饼冲击 而且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我们在鼓励台商去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给他很多的勤钱教育 经济混乱的周期 然后一些宗教上 语言上 还有当地政府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要给他很多警语 而不是勾勒一个天堂 然后我们跳进去 发现说不是这么回事 更着重在内需的新南向 势必对东协各国的政治风向 政策变动 与民众的消费习性和市场脉动 有更缜密更系统性的研究 文签的世界周报与天下杂志 共组采访团队前往东协国家 探访深耕多年的台商 与创业有成的台湾青年 带回前进东协的在地智慧 也期待这些必入蓝履的故事 能成为打开东协市场的一把钥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